平静的住宅区内至少五辆警车待命 这是英国伦敦西北方的赫特福德郡 周二发生骇人听闻的三次谋杀案 居民回忆事发当下一切都太突然 令人搞不清楚状况 这起三死命案死者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赛马评论员 约翰·杭特的61岁妻子与分别是28以及25岁的两个女儿 嫌犯先将三人捆绑再用十字弓杀害 手段十分凶残 警方认定嫌犯是遇害小女儿的26岁前男友 随即公布照片展开通气 由于嫌犯持有武器 警方出动武装警察和专业搜查队 并警告民众若发现这位嫌犯 不要贸然靠近 经过一天的追捕 警方终于在北伦敦一处墓园内逮捕到受伤的嫌犯 当地议员听到发生谋杀案 难掩震惊 并对三名遇难女子表达哀悼 至于凶贤残忍杀害三人的动机 还有待英国警方调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